作词 作曲 维俊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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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俊 极要灵性 我懂 你在那个角落 原来这就是你的旋律 可以说明 不用你清楚我了解 因为你是我最美的歌 Come on girl 你的花裙摆 心像张罗散 美好又可爱 我们会记得现在 陪你看海 带你天上fly Come on sweetie 你的小意外 你的棉花糖 你的I'm so shy 我们会永远存在 对我依赖 陪我say goodnight 一起看星空的海 心跳动得变得快 我们坐在屋顶外 收拾甜蜜的对白 好 终于你我所一生所爱 但是我和你不至于徘徊 如果不开心要以苦为快 但是动不动就让我猜 猜 我终于你虽然常常无奈 天不怕地不怕特别厉害 所有的故事都根据你改 你对我时常意外 谁有灵犀 我懂 你在哪个角落 原来这就是你的旋律 可以说明不用你清楚我了解 因为你是我最美的歌 谁有灵犀 我懂 你在哪个角落 原来这就是你的旋律 可以说明不用你清楚我了解 因为你是我最美的歌 静美小姐 请问这是什么年代的古董 古代 自然是古代 什么朝代呢 老师 您觉得呢 我觉得 扣分 不 等一下 我记得 我记得 唐 唐朝对不对 那您的判断和依据是什么 判断 依据是 各朝各代的物件 都有其不同的特色 既然您一眼就看出来 是唐三才 那一定是有所了解 不会是瞎蒙的吧 我那个 您面前的中国卷 三天之内被赎记牢 还有外国卷吗 老师 下一幅 这两幅星空 哪一幅是梵高的真迹 我猜 猜 不 判断 判断 这个帽子是哪个球队的 纽约 我猜两幅都不是真迹 因为真迹在纽约博物馆 静美小姐 您不用跟我 在这儿抠字眼 我是来帮您的 希望以后您到真正的艺术馆 也能如此地慧眼 如炬 下一幅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妈呢 还没切 赵地儿 佳琳 佳琳 什么事 佳琳 我没事 我问问你这两天怎么样 我挺好的 你要没事我挂了 我忙着呢 我胡的 小妈 人都干嘛 小妈 放好了吗 我好饿 马上马上 看这吃的 稍等啊 余浩琼 你信不信我打你啊 佳琳 我都穿成这样了 你一眼就能认出我来 你还说你不爱我 我 谁给我把刀忘了 佳琳 晒 苦了 你怎么这么 佳琳 五年了 我们两个在一起五年了 我从来没想过跟你分开 也从来没想过 这辈子除跟你以外的其他女人结婚 我知道 我总惹你生气 你总跟我提分手 但 但你说说得了不能当真啊 对不对 余浩琼 佳琳 佳琳 这些都是我给你准备的 防晒的 清洁的 晒后修复 你最重要的 医用药品 佳琳 佳琳 余浩琼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跟你分手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跟你分手 是因为 我不够男人吗 对 你说是就是 不是 不是佳琳 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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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看着点啊 对对对 快点啊 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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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北辰 你什么意思 你不是跟我说 车都已经修好了吗 你听错了 我说现场修 你得监督啊 你以为你穿成这个样子 就能修车了 技术也有 包你满意 要不试试 你知不知道这样说话 容易挨揍 这世道 好人难做啊 这儿是吧 行 你这架势摆得挺足啊 行不行 老公 这些都是什么呀 别说话 我没出事啊 你看 那些数字在动 你没事吧 好 好 时间到 哪位同学作答 他 他 他 可以吗 可以吗 那是 我可是宝藏男人 行 宝藏男人 我们俩清了 我走了 你已经谢过了 有吗 这是你第一次跟我待在一起超过十分钟 抱歉先生 我们酒店是封闭式管理 维修人员不让上课题 讨厌 我都说了 我这应该穿护士装嘛 你们这儿护士能耳赏吗 抱歉先生 我认错了 里边请 老婆 能不能 能明天再做呀 默默老师说了 今日是今日必 不然那就又要扣我的分了 你要是昏了你就先睡吧 你不睡我怎么睡 一起吗 要不然 你陪我一起做功课吧 还是你陪我一起做功课吧 别闹 谁跟你闹吧 别闹 我烦死了 嬉笑打闹 扣三分 我去 爷爷 爷爷咋 糟课上完啦 刚刚上完 站那么远干嘛 我有那么可怕吗 没掉几根 快坐 来 过来坐 这段时间在家里门坏了吧 没有 学了很多东西 爷爷 我叫默默老师来教导你 没有惩罚你的意思 就是想让你尽快地适应身份 因为你的一言一行 都会被别人看在眼里 是包是贬 我都不能替你承受 但我龙在渊的孙媳妇 绝不能让人看贬喽 懂了吗 谢谢爷爷 快吃吧 你今天干什么呀 爷爷 我最近一直在学习一门 很有用的询问 我一直在跟张静美和睦睦老师 在学这个规计练习 受益匪浅 是吗 是吧 那天眷老人村的行程 安排得怎么样了 好像是下周吧 看来我是老了 我还以为是今天呢 爷爷 不是 这种上台面的事 轩 轩仪干就行了我 轩仪他姓陈 他能代表龙家吗 我 带静美去吧 从今天开始 就不必在家里闷着了 但是你们记住 你们出去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代表着我龙家 我龙在渊的孙子孙媳妇 绝不能让人看扁喽 懂吗 懂 懂 爷爷 好好吃 快吃 我们这儿啊 我这儿啊 原本就是一个普通的村子 我们这儿啊 我们这儿依山傍水 环境特别好 我们这儿依山傍水 这里的 是因为年轻人都进了城 房子 村空起来了 把一些老房子就低价出售了 后来老人们三五结伴的 就到这来养老 他们把那个旧房子改造了 太漂亮了 你看啊 那一片 那一片就是徐老他们 第一批改造的房子 原来生活还可以这么美好啊 真希望更多老人像他们一样 可以这样安享晚年 肯定会越来越多呀 我们跟龙臣基金会一合作 村长 我们基金会呢 确实注重的就是生命质量 您说的对 我多问一句 村长 这个 咱们这些房子 都是老人们自己设计的吗 大部分都是 你别看这些老人都上了些年纪啊 那可真是藏龙卧虎啊 容上 你看那是秦奶奶 秦奶奶呢 几年前爱人都在了 他就这么谈啊 谈啊 哎呀 儿女们虽然是很孝顺 可是他呀 抑郁得相当严重 自打搬到这以后呢 好了许多 我们没看就会问什么 你都好 好 我不是张磊 我这应该怪不处 我笑不和他 自己认识来мы 你不了 你看这个老大爷写什么呢 从古称西尊上寿 你们猜猜夏脸是什么呀 自今一史乐于年 不错嘛年轻人 可以呀 龙太太 莫莫老师教的 扛拼呐 遗养天年 龙先生也不赖嘛 那是 莫老师也教过我 我们帮你拿吧 大爷 好好好 来 帮我忙 好 写得真好啊 怎么样老婆 贴得正不正 老公 你说咱们两个老了以后 会不会也像他们现在这么幸福啊 那当然了 你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吧 看你的表现 看什么表现啊 老婆 今天下午 龙氏集团龙一夫妇 代表龙晨基金 到访天眷老人村 我们家精美 真上进啊 小时候就漂亮了 随你 好 我年轻漂亮的时候啊 就是信了你这张婆子 将进行揭幕仪式 届时 我小时候就不好看呗 好看好看 你小时候特别好看 就是长大了变了 据现场记者报道 这位亲民的豪门孙席 一出场就赢得了无数赞誉 不仅形象优雅得体 而且性格亲切尽人 哎呀 我们家女儿长大了 哎 外界纷纷猜测 龙晨联盟或将再次创造 当年龙年联盟的商业奇迹 这次龙家依然没有和年家合作 是不是证实了之前 网传龙家和年家 因为年世兰去世的原因 存在重大矛盾 世兰啊 老公 我发现电视里看到的龙家 和现实中的龙家 差别还真大 亲身体会的更累是不是 不是 是我终于知道 爷为什么让我们去老人村了 为了龙晨基金呗 不是 是为了让我们成长 哎呀 对不起啊老婆 没辙 身为龙家人 一出生就捆上这两个字了 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你要感谢龙家给了你这一切 而我要感谢龙家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你 新美小姐 建议您早点休息 因为今天外出乱下的课 要明天一早开始补习 知道了 知道了 莫莫老师 我马上就睡了 这个 龙夫人啊 你快早些 与为夫安歇吧 龙先生啊 带我沐浴更衣 为你暖床 走 老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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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董姐你也没穿校服啊 记得换校服啊 包里呢 你小妈挺靠谱啊 等多久了 反正已经破纪录了 你老胡巧 你爸可以了 我家老孔一年节目上两次 老师好 老师好 早 胡博文 我下课来接你啊 哦 小小 你们来这么早啊 我说怎么约到学校门口来了 我还当你找我们回忆童年呢 合着你跟老胡分了手 还把人家儿子分到你名下来了 我可是冒着被罚站资五小时的巨大风险 翘课跑出来找你的 你要是告诉我们今天来 就是为了听你和那个渣男和好的消息 那就有劲吧 之前约你们都没空吗 今天就约出来说说这事吧 走走走 找个事物的见识啊 别打马虎眼啊 说清楚再走 是吧 请问龙城精精是否特曼诈捐行为 是真的吗 请问龙城精精是不是看中了天剑老人村的商业价值 对 什么人有诈权吗 什么人有诈权吗 说清楚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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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名我们举行一下吧 小姐 小姐 大门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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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借过派行为 老师 老师准个 小姐 老师 你是夏夜的热烈 你是晚风的心间 空气都变得很香甜 想一起去冒险 一起去看世界 夜空到变得很特别 特别的门店闪烁着 要不可及的 星河的微光 把心愿照亮 亮亮了你眼中的光 把影子拉扯 烧起浪漫回忆绿安放 Zither Harp 你是夏夜的热烈 你是晚风的心间 空气都变得很香甜 牵着手满不折 跟着风摇晃着 想想都完整是现场 请记得加入我沉默 看星空银河 许多月是你出现在身边 说不出口 说不出口的想你呀 勇气好对待 要不出口 要不出口的想你呀 看星空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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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lla